国家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所以就像那些抗争的英雄们讲了一句话 再大的灾难除以13个亿 都会变得微不足道 再小的奉献 乘以13个亿 就会变成爱的海洋 这次汶川敌人 这些年轻的老师 因为地震的时候 恰恰发生在学生上课的时间 他们有的人倚住了门框 把学生放出去 自己来不及跑牺牲了 有的人自己已经跑出去了 又回来一次次救学生 最后压在垮他的房屋里牺牲了 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谭千秋 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他实在来不及跑了 把四个孩子护卫在怀下 但是房子倒塌了 几吨重的钢筋水泥压在他的身上 但是他用双手 擒在地上 奇迹就发生了 几吨重的钢筋水泥压在他的背上 长达了四十多个小时 但他两个胳膊像两个铜柱一样 竟然凝固在那支撑住了 四个孩子在他的身下得救 有一种爱叫大爱 有一种永恒叫千秋 今夜 凝视着电脑屏幕上的一幅照片 我知道了什么是大爱 我知道了什么叫千秋 你平躺的自身 是我平生独当的 最沉重 而又最感人的世界 2008年5月12日的下午 当突然的阵风 当中的灾难的降临时 你就变成了快速的行动 你张开的瞬间 你抚下的身体 孩子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谭老师 让这一生 谭老师吧 大爱 千秋 千秋 大爱 极有你 结合的 如此完美 他用他的行为 打造了 再次打造了尸魂 在这次温泉地震 人们又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中华民族是有魂魄的民族 所以大家都知道 这个在温泉地震一个礼拜之后 也就是5月2日之后 5月19号下午14点28分 上至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下次我们所有的中国人 在那一刻把头低下来三分钟 在那一刻我们弃敌长鸣 在那一刻我们国旗回降 但是全世界的人都感觉到了一件事情 我们温泉地震 垮塌了房屋 但是我们又一次打造了民族之魄 我们低下来的是头颅 但是我们上扬的却是人性的光辉 我们回降的是国旗 但是我们升起来的就是国魂 所以我相信 所有的中国人 只要你是炎黄子孙 只要你是中国人 包括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一定相信 你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每当国庆盛典的礼炮名响 雄壮的国歌 回荡在神州大地的时候 每当中华体育健儿 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 鲜艳的五星红旗 在全球注目中 燃燃升起的时候 这样美好的情润 在我们心灵的小溪中荡漾的时候 我相信每一个华人 每一个中国人 你总有一种神圣而强烈的感觉 震荡你的身心 它会像火一般的辉煌 黑暗中给你带来光明 它像日月般的永恒 孤独中给你生存 它像浩海般的宽阔 大地般的深沉 给你奋斗的力量 斩绝你生命的里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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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